主持人和《八旦日诊课》 《八旦日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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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他的读数很高 1200多了 医生说要洗肾 才有得保命 我说OK喽 没有办法喽 这样就直接洗肾了 当时他们说我需要银行销 我的医生在那一刻 推荐过针 所以在那一刻 她说待牆组会有9-10年 基本上在简单 我没有人可以捐 我说没有 我可以捐 因为我当时没有想 只是想救他就对了 只知道说要救我这个儿子 那我就没有想就跟医生说 我要捐赠给他 所以有医生有讲了 就算我胜一粒胜也是很正常的生活 就OK咯 因为他们还年轻 最重要是他 要真理 要健康起来最重要的 因为他们喜欢真的是不简单 幸福 这就是医生的证据 那是医生的证据 后来的证据 当她只有一瓶子 瓶子会增加大 以为能够有一个瓶子 然后能够努力 所以这些瓶子会帮助 然后 我怎么能够绝对这种活动 什么类似的 我们看起来 99% 在出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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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年 是这类似的 这类似的 会让人们 让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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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够成功 这就是第二个生命 第一个生命 当我出生了 第二个生命 第二个生命 你 有些事情 你绝对 你绝对 帮人家等了 谢谢你 健身别 你看 很不习惯的 自己妈妈跟儿子 可以感受到那种孝顺 那个是比较重要 我可以感受她孝顺我 她也可以感受到我疼她 这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 母子的联系 谢谢大家